2018年12月1号 华为公司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 美国即刻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她 华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贸易战争一触即发 华为孟晚舟事件也成为了中美贸易战的缩影 但是究竟有何把柄能让美国和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女士 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关系始终耐人寻味 美国对华为动手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是谁点燃了这根充满火药味的导火索 2019年7月7号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称 因洗钱和违反制裁法案等一系列问题 而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汇丰银行为逃脱处罚 同意在其他案件中配合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中国的华为公司成为了这种不合法配合下的最终受害者 成为汇丰自身脱险的一大牺牲品 然而汇丰银行究竟如何取得了加害华为的虚假证据呢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原来汇丰银行早在2012年时 就因洗钱而被美国司法部罚款并审查 它本身涉及其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 使它长期受美国控制 美国正式动用汇丰与华为存在的这层合作关系 取得了华为与汇丰的一份PPT文件说明情况 此PPT内容仅仅是华为澄清自身 与汇丰和伊朗合作伙伴都合法的证明 但是在美国手里却成为了加害华为的手段 同样作为中国自身企业 在中美贸易战中 华为挺身而出 汇丰却背后插刀 大家认为汇丰若不及时归正 继续无视中国司法主权 无视作为客户的中国公司的利益 还能在中国继续立足 得到我国投资者的支持吗 从资本市场的走势看 部分资本已经战略性放弃汇丰 自2018年1月以来 汇丰就触顶并一路向下 并于近日有望再度下扩年线 延续下跌走势 环球金融家认为 汇丰银行这种只顾及自身利益的做法 迟早会在华为事件后得到反噬 无论是国家经济政策 还是个人投资者 对于这种行为都应进行积极的抵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